醒目一拍咱们是即刻开书 其实咱这书我有点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枯燥乏味残忍的战争故事当中 出现女性了 你看咱们讲了那么多的战争题材故事 什么争回争准 平三番 平定金川 争讨缅甸 我都会想尽办法的 在这些故事当中 加入一些女性角色 当然咱们讲历史故事 这些女性人物 那都是有模有样 真实的存在于历史当中的 我是不会啊 为了吸引您的眼球 然后就生生的编出两位女性角色 那咱们现在立刻就讲这位女士吗 不是 咱们还得呀 从故事里把它带出来 那咱们就得书接前文 上文书咱们说到啊 这个绰罗斯家族的太师野先 终于完成了自己祖宗三代的夙愿 从他的爷爷老太师马哈木 到他的爹太师托欢 再到他 这三位有手腕的狠太师啊 心里都长了这个政治的茅木草 也就是说呀 这爷儿仨都想过做大汗 因为这草原法典明文规定 非黄金家族是不能做大汗的 也就是说呀 您要想做大汗 哎 怎么着也得是个波尔纸巾 这爷爷马哈木啊 大不计就是想想 美感实际行动 这托欢就不一样了 托欢呢 真想做大汗 可是呢 他却死于啊 蒙古神话 那怎么说是神话呢 这蒙古人就坚信呢 他是被墙上挂着的一支剑射死了 说这托欢呢 破坏成吉思汗陵 并且想做大汗呢 遭了天前 这支剑是谁射的 是成吉思汗的亡陵 那关于这段书呢 您也没有别的史料可考证 您只能蒙古人怎么说 您就怎么信 这回啊这一家子三代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野仙 绰罗斯的野仙 终于就在1453年的一个秋天 也就在成吉思汗的陵前 他爸爸被射死那个地儿 杀了五头黑牛 九匹白马 焚柴告天呢 做了大汗了 人家这野仙呢 眼皮子不浅 给自己封的可不是蒙古大汗 人家给自己封的是大元 天圣可汗 这就看出来这野仙呢 野心非常大 他可没想把自己常年的窝在大漠草原 他想啊 早晚有一天 我还要兵发中原重振大元帝国 那至于能不能赴大元帝国呀 那回头再说吧 现在呀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干 什么事啊 杀人 你们东蒙古这些贵族自诩呀 不是这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 要不去呢 就是成吉思汗其他家人的血脉 真把自个儿当个贵族了 可是现在变了 这绰罗斯家族啊 才应该是贵族呢 那你们瞧不上我呀 我是大汗 干脆就杀 这么一来 这草原上 性不而止尽的算倒了没了 这黄金家族啊 能杀的全杀了 尤其是 忽必烈一脉呀 是绝不放过 无论你呀 跑多远藏多深 逮回来都是一个沙子 那这说明了什么呀 这就说明这野仙呢 根本就不自信 您别看他呀 自己给自己封了大汗 直系上直到他死 在他心里 非黄金家族 不能称汗的这个扣子 他也没解开 那他要是真能解开了这个扣 他能那么杀人吗 那咱们书馆聊天啊 不替古人担忧 杀就杀吧 你爱杀是你的事 不过呢 这野仙呢 最后杀疯了 他连自己身边的人呢 他也不放过了 帮着他一同夺得寒卫的那个官 咱们都熟悉 就是那个知愿阿拉 咱们再重申一遍啊 这阿拉呀 是人家的名字 知愿的是官职 他找了个邪查啊 把这阿拉知愿的两个儿子给杀了 当时啊 这俩孩子确实是犯了点错 不过后来这野仙喝醉的酒 自己也说 杀这两个孩子呀 那就是为了削弱这阿拉知愿的势力 那你这不是混了蛋吗 这会儿的野仙呢 那完全成了草原上的昏君 哎 这有功不赏 有罪重罚 据这个史书所载啊 对这会儿野仙的评价就六个字 力独占 害军兽 所以说呀 这人根本就不配做大汗 一国之君嘛 当然得是先为国家招想 他不接 他想的是啊 自己搂合师了 然后是自己的部族 自己的部族搂合师了 才是广大蒙古群众 不过咱们也知道 这瓦拉人呢 对外侵略强掠 这种习惯呢 那是存在骨子里的 那这种恶习在野仙这儿 就得加一个更子 于是呢 他当了大汗之后啊 就让自己的次子 这个次子啊 名字您得记着 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 叫做卧师贴门 野仙呢 给了他七万精兵 去向西 开疆破土去吧 要说呀 这哥们还真够横的 谨遵负命 不负众望 一路向西打 几乎征服了整个中亚 那咱们先让他呀 在中亚打仗去 让他先霍霍那群穆斯林去 咱们呀 接着说野仙这头的事 那这会儿野仙干嘛呢 野仙这会儿啊 野仙这会儿啊 野仙在疯狂的战备 他琢磨了 我既然呢 称之为大元的可汗 我可不能光在草原待着 我还得呀 南进战备 就是为了打北京 哎 可说呀 这神呢 没偏没像 这长生天呢 不光保佑蒙古人 他也保佑大明朝 这会儿大明朝的兵部尚书 正是我的偶像于谦 得着信之后啊 也赶紧的备战 不过呀 这备战没几个月呀 这草原上喜信可就传来了 什么喜信 野仙死了 让人家给弄死了 谁弄死的呀 阿拉之愿 那么说 这阿拉之愿是为了 给自己的儿子报仇 把这个野仙杀了吗 还真不是 这阿拉之愿呢 犯了官迷了 才把这大汗给杀了 说有这么一天呢 不年不节不礼拜天 这阿拉之愿派人呢 就来到了这个大汗 野仙的大沃 这个大沃呀 就是巨大帐篷的意思 这阿拉之愿的使臣呢 来到了大汗的大沃之后 跟这个大汗说呀 我们这个之愿呢 在自己的营帐当中 摆下了盛宴 杀牛宰羊啊 还有这个美女伴舞 请大汗呢 过去喝两桌 他有事跟人商量 那野仙一听去就去吧 别的不说呀 我看看这美女 她有多美 于是啊 就来到了阿拉之愿的大帐当中 咱们殊不麻烦 来了之后就喝酒 喝着喝着 这阿拉之愿呢 跟这大汗 可就要说正事了 他说您看呢 您现在贵为蒙古大汗 这太师的位子 是不是能给我呀 刚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野仙呢 知道这胳膊枕应该奔哪边拐 他是绝对冲礼 不会朝外 这野仙呢 喝了一口酒 看了看这位支援阿拉说 你早说呀 我刚刚啊 把这个太师的封号啊 给了我儿子了 书中代言的给哪儿子了 就是那个在外打仗 有着赫赫战功的卧师贴门 从这开始啊 就有两个版本了 一个版本啊 是这个蒙古人自己说的 说这个阿拉之愿 听到这之后 蹭就站起来了 指着野仙的鼻子就大骂 说我呀 帮着你夺得了寒位 损失了两个儿子不说 并且这两个儿子 还是你杀的 今天呢 想跟你要个小小的 太师的职位你都不给 你这人太没良心了 于是呢 这阿拉不愿的这个手下 就冲进了大帐 三下五除二 这野仙呢 就成馅了 这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有点这个玄妙了 是这个明朝人记载的 里边啊 多少的 有些占嘴上便宜的意思 说这个阿拉之愿呢 对着这个野仙 说了几句话 说你呀 身上沾满了汉人的血 沾满了大汗 脱脱不花的血 沾满了木梁哈 个部的血 天道轮回 今儿啊 你该死了 野仙一看的 情况不妙 跑回自己的大帐啊 赶紧开会 哎 这一开会呀 他算是给人提了醒了 因为啊 他身边很多的部将啊 那都是阿拉之愿的人 于是这些将官拔出刀来 三下五除二 野仙成馅了 实际上啊 这一听啊 这一听啊 就能知道 这是明朝史官 在野仙被杀的这件事情上外外出来的细节 无论是野仙也好 阿拉之愿也罢 死都是汉人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绝不会往心里去的 甭管怎么说吧 这草原上的一代雄主野仙算落下帷幕了 不但如此 野仙的弟弟塞汉王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杀了 所以说呢 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圣天可汗的那些心腹们 哎 也没跑了 这阿拉之愿杀野仙杀的是挺痛快 可是他就没想到啊 这野仙一死啊 西蒙古立刻示弱成了一盘散沙 东蒙古的势力于是就反扑了过来 只好联合了野仙的弟弟 伯延天门共同抗击东蒙古 可是这二年的联合呀 始终也是不如原来野仙当权的时候那么大的实力 那直到什么时候才有改变呢 就是野仙那个豪横的儿子 我是天门 哎 西蒙回来了 这才有了改观 这有铁腕的横主一回来呀 哎 这瓦剌可又横了 这东蒙古被打的是越来越望东啊 人越来越少 就在这会儿 因为杰出的东蒙古女性跳了出来 往狂来于祭岛 带领东蒙古的部众 把这瓦剌军就一直往西赶 赶到了阿尔泰山以西 并且是永久性的 再赶回来挑事啊 那可就是康熙年的事了 那么说这位女性是谁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位女性的名字呀 叫满都海 尊称叫满都海彻臣 后边呢 还有个后缀 叫福晋 那么这位夫人到底是谁们家的夫人呢 哎 他最初啊 是满都鲁寒的夫人 哎 你一听最初这俩字 您就能明白 这满都海彻臣呢 肯定不是嫁过一个人 上集咱们说了 这绰罗斯也先为了夺得寒卫啊 他把这个托托布花的弟弟 新登基的阿嘎巴尔基 和托托布花的这些亲戚啊 全给坑杀了 咱们说了 跑了一个人 就是托托布花的三弟 那当然了 也是阿嘎巴尔基的三弟 跑的这个老三呢 就是满都鲁寒 他能当上大汗呢 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那么这满都海 是怎么嫁给满都鲁寒的呢 实际上最初啊 哎 这满都海并不是大汗的正式夫人 是侧夫人 蒙古人叫小哈屯 这满都海啊 是蒙古一个古老部落的人 哎 这个部落的名字呀 叫汪古部 这汪古部和黄金家族啊 世代姻亲 这满都海啊 您别看是个女孩子 哎 自幼武艺高强啊 据说呀 她是自主自愿 嫁给这个大汗做小老婆的 哎 说她14岁那年呢 这满都鲁大汗 到他们的部落里呀 去做客 那这会儿这大汗什么岁数呢 大概其呀 五十多岁 据说呀 矮搓胖 相貌挺丑陋 这14岁长得花姑娘一样 又满身武艺的满都海呀 非要嫁给大汗 他们家人不干 这不般配这个 可是拗不过这孩子 哎 还就真嫁过去了 嫁过去也只能给大汗呢 做小哈敦也就是侧夫人 嫁过去之后啊 还就真给大汗生孩子了 生了两个闺女 这长女呀 就是伯罗克庆公主 次女呢 叫伊克西公主 成年之后 嫁人这两位公主啊 都嫁的是蒙古的豪强 哎 一位呢 嫁给了太师 另外一位啊 嫁给了火筛 当时这二位啊 都是草原上蒙古大部落的领主 这一下子 这二位领主啊 可就都成了满都海的女婿了 没过几年啊 这大汗的正附近死了 这满都海啊 自然就成了大汗的正附近 可是啊 没过几天 这大汗也死了 这大汗一死啊 哎 这满都海可就成了寡妇了 哎 这寡妇了不得 是既有权又有势 这蒙古当时啊 哎 应该是有部众六万户 这六万户啊 分别由大汗和其他地方领主统治 这大汗一家就直辖一万户 所以说啊 这寡妇啊 是这个整个蒙古最有钱的女人 因为啊 这北方有务民族 她收纪婚 谁要能跟这寡妇结了婚 谁就能占了他们的家产 不但如此啊 还有可能做大汗 那这么一来 这草原上的各个王爷 大车小量的拉金子银子 争相的向这寡妇求婚去 哎 这满都海啊 不为所动 这满都海说了 我要是再嫁呀 我必须还得嫁黄金家族 而且必须还得是啊 这忽必烈的后裔 那这哪找去 这个 咱们开书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这小心眼的野仙呢 把这黄金家族啊 杀得差不多了 并且主要杀就杀忽必烈的后裔 哎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位忽必烈的后人 是这博尔纸金八严蒙克的儿子 叫做八严蒙克 因为是个孤儿在草原上流浪 所以啊 才躲过了出罗斯野仙的屠杀 这可谓是根正描红 有据可查 这满都海啊 今年到底多的岁数啊 哎 有人说呀 是三十三岁 也有人说呀 是四十多岁 在咱们的故事里啊 以三十三岁为准 那么说 三十三岁的满都海 这位有钱的寡妇 到底是嫁不嫁给 这位八图孟克呢 这满都海呀 一咬牙一跺脚 嫁 即便他身无分文是个孤儿 我也要嫁给他 就冲啊 能把这个大汗之味 保留在忽必烈子孙的名下 也要嫁 哎 嫁呀 哎 可能是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忽必烈的子孙 黄金家族的后人 今年整整 七岁 对不起 家里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